刚刚沙比里提到警方是已经接获19宗跟罗欣亚人相关的投报 那这项课题突然会在管制令期间被翻炒 主要是因为向来都会敞开双手接受罗欣亚难民的五国政府 早前拒绝了让一艘再有200名罗欣亚难民的船只在我国境内靠岸 让这群在缅甸受到迫害的群体在网络事件上 围绕着关于五国是不是应该要收留这些难民的讨论 也延烧成了一场舆论攻防战 甚至也让一些曾经发表过他们力挺捍卫罗欣亚人的政治人物上演了变脸大戏 当中就包括了伊党老大哈迪阿旺 他现在是推翻自己过去的立场 转态支持政府不收留罗欣亚难民的决定 但就在话题还在持续发酵之际 伊党中委力端却提出了另外一个观点 他告诫大家这次的风波其实是被敌对的阵营 所聘雇的网络军团所挑起 目的就是要分化穆斯林社群之间的关系 他还提醒穆斯林社会不要随着这些舆论起舞 否则将会掉入敌对阵营的所设下的圈套 那接着这一名月亮党中央的成员 他的话锋一转也把矛头指向了西蒙 他直指西蒙在掌权时期曾经同意 让数以万计持有旅游签证的中国人 在持证逾期之后还能继续留在我国 那立端还意有所指的说 这些带着大把钞票的富有外国人 跟那些身无分文没有教育背景的罗欣亚人 是形成了强烈的对比